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17号升了是10点 16号10点 另外那些长和等等 这些股份都长实 113 他们都升 如果以百分比来计 升3至4个百分点 本地地产股普涨有没有什么消息呢 今天主要就是叶楼淑仪的讲话 他说 因为他现在是行政会议的召集人 叶楼淑仪是什么职位 他就不是以前的一个立法会议员的身份 他现在在行政会议召集人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 现在政府在考虑免除中国购房者的双重印花税 又提到 香港在11月前实现零隔离 非常可取 都放一些口风 政策方面对于 其实不是个案数字的问题 是政策方面对于 现在还有很多个案 但是政策方面 起码是开始有些放松的口风 暂时是这样 不知道会不会有些特别 他们现在放一个政策方面 旁边的放宽口风 以及关于这个购房方面 叶楼淑仪就说 内地专业人士 一直都是要求在获得居留权之前 想免除双重印花税 说是一个在考虑的措施 亦都是政府可以考虑的事情 都有个关于刺激到交投的消息 令到股份全部都是急弹 其中看过暂时只有新鸿基上榜 是的 如果以成交额来说 跟中资比很难比 不过他们都有胜伏 就算没有上榜那些 现在是跌转升 是的 因为今早的事不行 还有那时未有利好因素 他们都是偏僻弱 16号现在升3.7个百分点 刚才1113长实升3.2个百分点 17号新世界 暂时升得最多添薄 大东西来说 升5.3个百分点 不如以这些大大地的来说 他们的走势 如果以走势来看 其实是一浪低于一浪 军线亦都很空头 当然了 今天有些消息上面的炒作的时候 相信成交一定会比平时多 所谓的多未必 真是绝对地多 只是比较平时 根本都不会有人炒这些板块的时候 暂时来说 现在的成交都double了上过交易日 全日的了 所说其实未到亿的 9800万而已 我看就是一个跌浪反弹 是的 譬如好像 就以最近 6月初的时候 弹到黑色 50天线 回头就穿底了 当然了 也要很考究 消息的振脱性 在政策上 真的有明确的转变等等 才可以说行业见底 是的 还有这个刺激的成效 究竟是有多大 其实可能这些购买力本身都可以买的 不过要等下 可能提早释放了 看看有没有机会 如果真的落实的话 都是一个正面的 但似乎是一个 达短线一点的刺激为主 暂时来说 一天未落实 也都未构成到 令到新世界越来 令到可以转到小 另一只 就刚才上了榜的 新鸿基 新鸿基16和新鸿基很长实 这两只的走势就好很多 但新鸿基这半年就基本上横行 一出消息就上了区间顶 也未破到 其实就未是 暂时单日的升幅 也都未构成到 可以令到他们 有一些的转世出来 都看下后续的发展 或者资金上的反应 会不会继续真的去 压住这件事 看好这件事 如果走势方面 一定是113 应该说 长红和系的所有股份 都是多头的 113都不例外 当然 其实如果大家有买楼 各样东西 都知道 其实这些所谓的 双重印花税SSD 其实就挺侄外 炒楼 当然你正正常地 因为过往以前 就压抑炒家 希望多些人有屋住 这样就出了SSD 但确实就令到 挺不灵活转身 所以情况就是说 如果真是放宽这些 一定是好的 不过 如果现在不是放宽在本地 那些居民 而是放宽给内地的人 那些人 都要看下 何时可以通关 等等 人到 钱到等等 现在就 向着那个方向 都要提醒大家 他接受 叶楼接受 彭博访问 有时我都会想 究竟是一个什么timing 究竟他今早开会的时候 在见记者 还是 为何会选择今天去党呢 又不是一个presscon 真确性 未是十拿九稳 只是在Bloomberg的访问里头提出 那大家尽管当着一些 短炒的消息先 嗯 我看到大家有关注 还有些什么板块 现在呢 政府算是新的特首上场 都开始有一些 政策上有些 利好一点的政策 另一个比较重要 都非常之重要 就是究竟何时开关 这些都有一些进展 是 如果是要看到相关这些 就可以看一下 有不少 但是比较直接些 航空的国态 现在就说 放宽抵港人士的检疫安排 去到3加4的方案 那可以 当然 大家希望当然 完全取消了隔离 就更加好了 那今天其实 叶楼说的事情 都有提到这一方面 是 其实市场都开始 会 会联想一下 会不会 连尾有机会呢 那因为 因为逐步来 因为放宽 起码现在到7天 到3加4 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有没有机会真正 那当然这个 其实所有事情 都好视乎 政策是怎样做 有这个憧憬之下 国态就继续挑战 7月头的高位 大约是8.69 那今天就去到 现在8.63的 被突破都上去 那又是 看突破 是不是可以出现出来 现在呢 就预期 运力可以增加 这个目标 就是希望 就是国态之前的指引 就是 每月现金流消耗 少过5亿 就转至到 去录得正数的 那现在 根据一些 业内的调查 就说 7月就应该是 有盈利收入的了 加上现在隔离措施放宽 预计下半年 都是 衷敬下半年的 旅游业方面 可以好 最重要就是 正式解放 是的 即管 真的看一下 这些因素 就 说了很久 当然 昨天就 在那个 檢疫天数方面 有些 放宽的情况 看看可不可以进一步 令到 一些需求 就是 除了商务之外 旅游的需求 都多了一些 那昨天 鬼鬼怪怪 炒了一些 旅游出行 就是香港这边 不是说大陆那些 干涉了东营游 可能大家 就想着 就可以去日本 回鄉下 那今天 当然 看到一些人 在网上post 说现在看机票 是啊 是啊 因为 混少几天 又多了些人 会考虑 再混少一天 又会多了些人 会考虑 那今天 就跌回3.5% 純粹叫做 概念股上面 去 去点提一下 当然 这些 市值 非常之小 是 交投非常之小 股份 严格来说 不值一提 不过昨天 都 因着 3加4的措施 都叫做 有些新闻都会 highlight 郭泰 东营油 这些股份 大家自己多看两眼 好 现在 就半日市 恒生指数 报报20228点 升182点 成交500亿 我们先去广告 回来 可以看大家的留言 也可以打离线 稍后见 好 回来节目时间了 开始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会答问题 可以留言 和打烈烈线 大家对于政策 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不过 现在说一下大市如何 先 因为有些很淡的部署 Karen说 7500 6.2毫 3有小柱 想看下如何部署 看这里 就要看旗子 旗子 再放大一点 可以看小时图 如果有胆瘡 我看到 首先 Ambrose 可不可以做牛 然后 刚才还有一个 夹死你的胆瘡 现在夹不夹死 或者有胆瘡 又如何部署 因为这团很贼幅上落 如果胆瘡的防守位 就是20304 期指 现在是20235 最高去过 最新2021 去过20235 胆瘡的防守位 我觉得就放在20304 就是这里 看到小时图的阻力 这个正正是8月5日的高位 如果这里突破了 你看到这里拉下来的下降轨 其实就要小心 这个下降轨突破 又会炒一转上去 要小心这里 如果胆瘡的话 至于是否开 是否买牛 Ambrose 都是看这个位 这个位 为什么两边都有看这个位 因为如果你看 只在指数上 来说 就是这个位的突破 就是突破 这个阻力 就是一个向上的信号 所以看着这里 是否先破上去 如果是很淡的部署 看看个股 RMR 853 19.2有货的上网 现在是19.74 也会比较进取 可以了 握住 因为现在开始 触摸 起动后 也想酷 如果等起动 或者看下一关 就是二十个半 如果是其他想等 如果是否进入 亦可以等这个 做个买入讯号 即是收稳 或者 譬如你很确定会收稳 一标了上去 就很大机会收稳 用这个突破位 二十个半 作为一个突破向上的讯号 你现在有货第一关 二十个半 如果充得破 才去看 六月尾那些位 大约二十五元那里附近 我防守也是用月头的底 十八个一号二 防守就放 Amelio 除了一些大市的淡仓 如果有些 会有些 过股淡仓 他说 真的没什么耐性挟 七十九元 他走来走来 都是这样的位置 现在七十八个二 没什么耐性挟 你喜欢都可以先走 因为他就真是 你现在开这个小时图 你就看到 其实他还在这个区间 因为他又没什么 真的 又动了 他不是真的 很 很 你说真的去到要走的关头 就是升穿八十一个八毫半 如果你说现在 他不太跌得下 那么 喜欢短线 这样出出入入下 都不 都没什么所谓 就现在 又未扭转到上去 白狼环 二九三 二九三和一九一零 我们时间已经 present 所以说 再追走 二九三 二九三 现在呢 因为他都会震荡 你应该都要有词货能力 有较暖 较强 不是短线阵 会比较厉害 有些人会比较短线 如果不用太理會短線的 之後都會下跌 可以用8.12元 8.12元以上都可以拿著 國泰 都是等估值收復 新秀例都是出行相關的一隻 所以一直在醞釀 想等開通 所以一直一直在橫行 這隻大家都喜歡都會問 但仍未走出來 因為需要這個催化劑 未正式有 17.3元 如果看7月21日 如果收到17.3元 都算是一重突破 雖然不是重大關口 但算是一個向上的訊號 如果是有的 都是看這個做一個突破的買入的訊號 但是你已經有貨 OK 都是繼續等這件事 那 吳川14.62元都可以拿著 甚至放近些就是16.16元 如果放到再近一重的話 其他放一些不確定性 如果本地地產就是 暫時走得比較好些 就真的只有1.13元 雖然今天有單日刺激 和整體是一個向上的走勢 但也沒有因為這個消息 而有什麼突破的 雖然今天單日有消息 有聲覆 有成交 但就很窄覆 其實今天那些上落 就總是 Angel說 我先看這個 96、98 96、98 萬國數據 文華 27.9有貨的上網 和止蝕 現在28.65元 它在賺點 它呢 其實就是 跌到去 因為有些個別的中概股 沖得比較厲害 它又沒有沖過 它又跌到去 跌到5月的低位 又上回一些 其實還在一個 其實還在一個橫行的格局裏面 止蝕位你可以用7月底 26元 26元以上都可以拿著 然後上網就 25.9毫半 4.75元就26 上去第一關 先看29.5元 都可以拿著 因為它前幾天 如果你用7月這個位置 作為一個突破 其實這幾天是市印突破的 OK Angel 100、500 100、500 100、500 醫療股都開始起 12.9有貨 12吧 12.9毫6 就是你的買入價 可不可以上回 和什麼位置 好 如果你說可不可以上回 因為如果你是這個賣 就應該未必會這樣說 可能你是前一浪 或者這個下來的時候買 但也好 總之 現在它就是 因為急升 這些又是一個例子 急升之後 正常都是會回的 回到起動回 現在就起動回了 可以說是 起動回的時候 然後你就知道 它試了那個底在哪 就是這些短線 試了那個底在哪 就是11.48 你可以用11.48 做指示位 這個理論就是 它是不穿回 11.48 就是一個向上行的走勢裡面 再去想 就看14.3 11.48 站穩就可以了 無論你是現在想 其實現在買也可以 但是你已經有 都是這樣做 就是買和拿著都可以 用11.48做防守 好 101 千余月 就說 35.5有貨 現在36.2 什麼位 什麼位 即定什麼位 做指示位 可不可以上什麼位 都很好 都很好 都是這樣做 就是用它這一輪 試那個底 其實都是50天線的 但是如果你要用那個實價 就是31.95 那31.95做指示位 上網一個重要的關口 應該是40 如果這裡又穿回 其實就很明確 再破頂 就是很明確延續 一個一浪高於一浪的走勢出來 都不錯 這兩隻都不錯 白浪都是1801 可以啊 挺有力的 836 836 跌到什麼位可以進 哦 那這些跌的就 不要進了 如果說 如果說 六月的低位 是一個參考的支持 13.5 那它現在就試 還未可以算穿的 因為都差一點 有機會上回 但是都試著 那如果它真的 咦 這些 來到這些位 又有資金買 上回 那它到時真的轉回向上 才想 現在就還未 都要小心 它還未轉回向上 你可以等它會不會轉回向上 反而就未必是跌到什麼位去買了 反而是 它起動回才做 郭靖環 26 28 郭愁 11.2有貨 可以上網多少 11.74 這個也是這樣 金融股 很多都 撒完下來 撒完下來之後 因為你在看 你的價格不是特別高 還有我想你可能撒下來之後 買了 去到近 11元這些支持位之後 就有些起息 你上去 應該先看 11.8 如果它這裏再上去 其實你有機會 轉回 不是大小轉向上 但起碼是短線轉回向上 有機會先試區間頂 所以 都可以 都可以拿著 接著是 JT說 any stocks pick for the quarter 即今季 即是來近這一季 總之是最近 有什麼選擇 有很多 例如剛才說到的 航空類 本地的航空類 有這個炒 去開關的因素 但是 譬如 個別有些 還在等 1910 還在等這些消息 另一個 就是 現在的一個 中美兩國的 一個去全球法 這個其實之前都有說的 就是有 中國的半導體 和 美國的 新能源的股份 因為這兩邊都是 原本比較依賴雙方的供應 而要開始去斷 也要支持本土的這方面 其中就是 兩隻 但現在未必是很好的時候 可以等下 即是三百五 因為之前急升 急升和超買之後 就要回一下 就要等它回下來 再有新一次設定的機會 才進入 美國這方面 其實也是 因為這些因素 比較熱烘烘 所以短線會上去 之後 應該是 短線會上去之後 就很大機會 要休息下來 才可以再上去 都不可以一直升 所以這些都不是 這個 是一個 關注的板塊 但都不是一個 這一刻 去進入的東西 其中 還有些 都 之前很多都有說 譬如 在節目裡面說 不一次過數了 如果不然 都不停地重複這些 那麼 3759 康隆化成 Conny就說 601元有貨 反彈阻力 反彈阻力 70.8 總算很差 總算沒有穿大底 大底就看5、6月 1072 相對上都比較 沒有那麼差 看 9.22 防守 反彈阻力 9.91 反彈阻力 其實不太重要 反彈阻力 意義在哪裏 就是如果它突破了 代表 比較大機會 完成整固 重新向上 但如果只要一天不破 其實還是向下 所以這個意義 是用來做 買的時候的買入信號 這樣做 這樣做 現在時間都差不多 我們節目時間到這裏 下午3時45分 Steven會和大家看視 再見 拜拜 拜拜